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敬夜泉门 现聚金痴心放时缺 却说贾大少爷自从城里出来 回到下处 正想拜访黄胖姑 告诉他文书道院会见姑子的事 不料黄胖姑先有信赖 拆开看时 不知信上说些什么 但见贾大少爷脸色一阵阵改变 看完之后 顺手拿信往衣裳带了一塞 也不说什么 当夜无精打采坐立不宁 他本有一个小老婆同来的 见了这样忙问缘故 他也不说 到了次日一早便急起身 吩咐套车赶到黄胖姑店里 打门进去 叫人把胖姑唤醒 彼此见了面 胖姑便问 大爷为何起得这么班早 贾大少爷道 依着我啊 昨儿接到你信之后就要来的 为的是常常听见你说 你的应酬很忙 你吃中饭就找不着你了 所以我今儿特地起个早赶了来 我问你到底这个信息是哪里来的 现在有这个风声 料想东西还没出去 黄胖姑道 本来前天夜里的事情 你昨儿才晓得 就是要出去 也绝技不会如此之快 不过我写信给你 叫你以后当点心 这是我们朋友要好的意思 并没有别的 贾大少爷道 看来葵官竟不是个东西 我看他也并不红 前天晚上 也没有见到他有第二张条子 却不料 倒有这么一位仗妖的人 黄胖姑道 说起来也好笑 就是打听你的这位卢己士 五年前头 也是一天到晚 常在相公堂子里的 他老人家在广东做官 历任好缺 自从他点了汉林当经官 连着应酬连着玩 三年里头 足足挥霍过二十万银子 葵官就是他熟的身 等到葵官熟身的时候 他已经不大玩了 因为他一向最喜欢唱大花脸 所以就爱上了葵官 然而论起葵官来 也亏得有此一个老斗 帮扶帮扶 如果不是他 现在葵官 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贾大少爷道 他问我是个什么意思呢 黄胖姑道 你别忙 我同你讲 这位卢己事 名字叫卢朝斌 号叫之侯 还是鬼位的树长 后来留了管 那年考取玉使 引荐下来 头一个就圈了他 不久补了都老爷 混了这几年 今年新转的几世中 他同葵官要好 他替他赎身 他替他娶媳妇 他替他买房子 吃他用他都不算 葵官两口子 同他赛如一个人 如今是葵官媳妇死了 他去的也渐渐的少了 奇巧那天是葵官妈生日 他晚上高兴跑了去 刚碰着你在那里闹脾气 等你出门 他就问葵官 叫葵官告诉他 昨儿葵官为着得罪了你 怕我脸上下不去 到我这儿来陪不是 我问起葵官 昨儿有些什么人到你那里 他就提起这个炉之侯 我问他 贾大人生气 卢独老爷晓得不晓得 他说 卢独老爷来的时候 正是贾大人摔酒壶的时候 后来的事情 通通被他老人家都晓得了 我当时就怪葵官 说 贾大人是来引荐的 怎么好把他的事情 告诉他们都老爷呢 葵官说 我见贾大人生气 我一步没离 我并没有告诉他 又问我们家里 也不晓得 哪一个告诉的 所以我昨儿得了这个风声 立刻写信通知你 你是就要放缺的人 名声是要紧的 既然大家相好 我所以关照 贾大少爷道 贾心得很 你看上去 不至于有别的事情吧 黄胖孤道 那一男说 他们做都老爷的 听见风就是雨 皇上允许他风文奏事 说错了 又没有不是的 贾大少爷一听 不免愁上心来 低手沉吟 不知如何是好 歇了一会儿说道 千不该万不该 前天吃醉了酒 在你见的人那里撒酒疯 叫你下不去 真正对你不住 大哥 我替你赔个罪 说道便作依下去 黄胖姑连连还礼 连连说道 笑话笑话 咱们弟兄 哪个怪你 贾大少爷道 大哥 你经理人头熟 趁着折子还没有出去 想个烦 你替我疏通疏通 出两个钱倒不要紧 黄胖姑听了欢喜 有故做愁愁 说道 虽说现在之事 非钱不行 然而要看什么人 钱用在刀口上才好 若用在刀背上 岂不是白钱在里头 幸亏这位都老爷 这两年同魁官交情有限 若是三年头里 你敢碰他一碰 但是这位都老爷 是有家 见过钱的 你就送他几掉银子 也不在他眼里 不比那些穷都 见钱眼开 不要说十两八两 就是一两八钱 他们也没命的去干 我们自己人 还有什么不同 你讲真话的 钱的事情 也是你大爷 过于脱略了些 经常说话的人多 不比外面可以随随便便的 至于卢之侯那里 我不敢说他一定要动你的手 然而我也不敢保你一定无事 既然成你老弟的情 瞧得起我 不把我当作外人 我还要不尽心竭力的吗 说着 贾大少爷又替他请了一个安 说了声 多谢大哥 黄胖姑一面还礼 一面又自己沉吟了半天 说道 之侯那里 于兄想来想去 虽然同他认得多年 总不便向他开口 碰了钉子回来 大家没味儿 我替你想 你若能拼着多出几文 索性走他一条大路子 到那时候 不疏通自疏通 你看可好 贾大少爷摸不着头脑 愣住不语 黄胖姑又说道 算起来 你并不吃亏 你这趟来 本来想要结交结交的 如今一当两遍 岂不省事 以我意思 你说的那些什么 姑子道士都是小路 我劝你不必走 你要走 还是军机大臣上 结交一两位 凡事总逃不过他们的手 你就是有内线 事情弄好了 也总得他们拟址 要不然 黑八哥的叔叔 在里头当总管 真正头一份的红人 说一时一 说二十二 从军机上 他们都是联手 你若是认得这位大叔 不要说是一个 卢都老爷 就是十个卢都老爷 也弄你不动 何以见得 他们折得上去 不等上头做主 他们就替你留钟了 至于那些姑子 你认得他 他们就是真能够替你出力 他们到里头还得求人 他们求的 无非仍旧还是黑大叔几个 有些位分还不及黑大叔的 他们也去求他 在你以为这当中 就是他一个转手 花不了多少钱 何如我叫八哥带着你 一直去见他叔叔 岂不更为赏事 前天我见你一团高兴 要去找姑子 我不便拦你 究竟我们自己弟兄 有近路好走 我肯叫你多转弯嘛 贾大少爷道 本来我要同你说 我昨儿好容易 问了我们老师伯 才晓得这姑子的名字住处 谁知笨了去 并不是那个姑子 还有好笑的事 要同你讲 黄胖姑道 什么好笑的事 贾大少爷便把车夫说 姑子不正经的话 竖了一遍 黄胖姑道 本来这些人不是好东西 你去找他做什么呢 但是于兄还有一言 奉劝你老弟 现在正是一棒交集的时候 这种地方少去为妙 一个葵官玩不了 还禁得住在闹姑子 倘货传到都老爷耳朵里 又替他们添佐料了 贾大少爷一团高兴 坐声不得 只得全时忍耐 谈论正经 连连陪着笑说道 大哥的话不错 只叫得吉士 小弟的事 全让大哥费心 还有什么不尊教的 但是走那条路 还得大哥指引 黄胖姑道 你别忙 今天黑八个请你治美斋 一定少不了留后手的 到了那里 你俩是会过的 你先拿话拢住他 我再同你替他讲盘子 你晓得后手是个什么人 贾大少爷道 他是古董铺的老板 黄胖姑哼的一声笑道 古董铺的老板 你也推小看他了 你出道经 也难怪你不晓得 你说这古董铺 是谁的本钱 贾大少爷一听话内有音 不便致词 黄胖姑又道 这是他的东家 化中堂的本钱 贾大少爷道 他有这个蹦应东家 自然开得起大古董铺了 黄胖姑道 你这人好不明白 到如今 你还拿他当古董铺老板看待 真正有眼不识泰山了 贾大少爷听了诧异 定要追问 黄胖姑道 你也不必问我 你既当他是开古董铺的 你就去照顾照顾 至少投二万两银子起码 再多更好 无论什么烂铜破瓦 他要一万 你给一万 他要八千 你给八千 你也不必同他还价 你把古董买回来 自然还你笑颜 贾大少爷听说 格外糊涂 心上思想 一定是我买了他的古董 便算照顾了他 他才肯到中堂跟前 替我说好话 便把这话问黄胖姑道 可是不是 黄胖姑道 天机不可泄露 到时还你分晓 贾大少爷将信将疑 自以为心上想的一定不错 便也不负追问 停了一刻说道 华中堂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了 还有别人呢 黑大叔那里几时去 黄胖姑道 你别忙 华中堂的路要走 军机上不止他一个 别人那里自然也要去的 你不要可惜钱 包你总占便宜就是了 贾大少爷道 你老哥费了心 小弟还有什么不小的 黄胖姑道 事不宜迟 要去今天就去 你在我这里坐一会儿 等我替人家办掉两桩事情 等到一点钟 我们一块儿上至美斋 贾大少爷道 既然你有事情 我也不来打搅你 我到别处去转一转来 等到打过十二点钟 我来同你去 说吧 拱拱手别去 这里黄胖姑 果然替人家办了若干事 无非替人家捐官上队 不理书办打招呼 以及写回信打电报 大小事情足足办了十几件 真正是能者多劳 幸亏他自己以此为生 倒也不绝辛苦 等到事情办完 恰恰打过十二点 贾大少爷已经来了 约他一同去付黑八哥的约 饭后同到刘后手铺子里 买古董 说吧 同出上车 煞时到的至美斋 客人陆续来骑 亦无非是昨天几个 但是没有前王二位 却添了一位 也是进京引荐的 适用知府 这位知府 这位知府姓石 好小人 乃是山西人士 贾大少爷续起来 还有点示意 贾大少爷到了台面上 竭力地敷衍刘后手 黑八哥两个 喊露殷勤 刘后手因欲先听了黄胖姑 先入之言 词色之间也就和平了许多 不像前天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一煞西散 天色还早 留后手要回殿 贾大少爷便约了黄胖姑 跟他同走 扑四爷又再三叮嘱 晚上同到顺泉家吃饭 贾大少爷因为魁官之事 面有难色 尚未回答得出 黄胖姑道 你跟着我们一块玩 只要不撒酒疯 包你无事 究竟他是贪玩的人 也就答应下来 分别上车 各自回去 啥时 黄甲两人 到了大舌烂 留后手古董铺 下车进去 留后手已先回一步 接着让了进去 请坐凤茶 贾大少爷是出道 不免又说了些客气话 留后手虽同他客气 究竟还有点骄傲之容 不能不使贾大少爷格外恭敬 当下黄胖姑先把贾大少爷的来意言明 说要选几件古董 孝敬画中堂的 留后手四面一看 这摆着的都是 请挑就是了 贾大少爷当下四下里看了一遍 选中一对鼻烟壶 一个大鼎 一个玉庆 还有十六扇朱玉倩的挂屏 留后手道 这对烟壶到窥润翁 法眼挑着的 这位老中堂别的不稀罕 只有这样东西收藏的最多 他有一本谱 是专门考究这烟壶的 上个月底结账 总共收到八千零六十三个 而且个个都好 没有一个坏的 拿这样东西送他 顶重意 贾大少爷听了非常之喜 留后手道 这位老中堂 他的脾气我是小的的 最恨人家孝敬他钱 你若是拿钱送他 一定要生气 说 我又不是钻前眼的人 你们也太瞧我不起了 本来他老人家 做到这么大的官 还怕少了钱用 你们送他钱 岂不是明明骂他要钱 怎么能够不碰钉子呢 所以他爱古董 你送他古董顶欢喜 贾大少爷便托黄胖姑问 一共多少价钱 刘后手说 烟壶二千两 谷顶三千六 玉庆一千三 挂平三千二 一共一万零一百两 贾大少爷 贾大少爷意思嫌多 说 可能让些 黄胖姑急忙从他身后 把他衣裳一拉 意思想叫他 不要同留后手讲价钱 贾大少爷尚未觉得 留后手早已一声不响 仰着头 也望到别处去了 黄胖姑赶忙打圆场 朝着贾大少爷说道 彼此知己 刘后翁翁还肯问你多要吗 贾大少爷一恍然大悟道 既然如此 就托大哥替我画过来就是了 刘后手道 如果不是胖姑的面子 我这一对烟壶 让你出什么大价钱 我不卖 不瞒你二位说 我有个盟弟 亦在河南后补 上年有信来 说是也要拜在我们这位老中堂门下 托我替他留心几件礼物 这对烟壶 我本要留给他的 如今被贾润翁买了去 中堂见了 一定欢喜 不过 我有点对不住我那个盟弟 黄胖姑同贾大少爷 连连称谢不至 黄胖姑又道 厚翁肯替人家帮忙 说两句好话 一句话就值一万银子 各把烟壶算的什么 将来润孙的事 总还要借重厚翁大力 刘后手道 我们一句话算的什么 胖姑 你是知道的 我如今也捐了官了 老中堂跟前我也不大去 就觉得生疏了 而且现在做了官 官有官体 倒比不得从前可以随随便便了 但是一样 从前我跟他老人家这几多年 总算缘分还好 他待我很不错 不是我自己胡吹 我跟他这十几年 可没有误过事 所以 偶尔说两句话 或者替人家吹嘘吹嘘 他老人家还相信 总还给个面子 黄胖姑道 能够叫他老人家相信 谈何容易 像你厚翁这样的老成炼达 爱惜声明 真正难得 刘后手听了 怡然自得 坐在椅子上 尽兴地把身子乱摆 一声也不响 歇了一会儿 黄胖姑又叮咛一句道 如此 东西算买定 少听兄弟把钱画过来 中堂跟钱怎么送上去 索性奉托厚翁代办一办 刘后手愁愁道 这件事倒要讲起来看 兄弟自从上队之后 里头的事一直不大问信 门口另外派了人 不去找他们 中堂虽然也见得着 但是将来事情多 终究不能越过他们的手 如果去找他们 我兄弟现在是有关人员 不好再同他们去讲这个 怕的是自己亵渎自己 胖姑 我看这件事 你还是托了别人吧 黄胖姑道 你的事情我晓得的 并不是要你去同他们讲价钱 只要你吩咐他们一句 他们还敢不遵吗 刘后手道 这几年我替人家经手 实在经手的怕了 你偏偏要来找我 没烦啊 你老哥的事 做兄弟的怎么好意思 推头不给你个面子 黄胖姑立刻站起身来 请安相谢 贾大少爷也跟着请了一个安 刘后手道 事情准定我去办 但是我说个数目 你不要补我 贾大少爷正在沉吟 黄胖姑把身子一挺 拿手把胸脯一拍到 你说我衣你 刘后手道 上头不要钱 底下不好白男为他们 衣兄弟的余剑 这份礼足值一万 我们自己人 我也不准他们多要 我们一抵一面吧 黄胖姑看看贾大少爷 贾大少爷看看黄胖姑 贾大少爷道 一抵一面是多少 黄胖姑道 亏你一位观察工 一抵一面还不小的 你送的东西面子上值一万 这零零碎碎用的钱 也得一万 贾大少爷意思嫌多 黄胖姑好劝歹劝 两面竭力地搓磨 刘后手忽然又拿起桥来说 我哪里有功夫 替人家办这些事 又禁不住黄胖姑再三相求 方才讲明八千银子的门包 说明当晚就把礼物 连门包送了进去 约贾大少爷明天下午去叩见 黄胖姑同贾大少爷 捡诸事巨妥 方才别去 晚上又去赴了 朴四爷的约会 习散之后 黄胖姑又赶到贾大少爷寓处 同坐睡客一样 又叫他拿出几千银子 为的军机上不止画中堂一位 此外尚有三位 别处也得点缀点缀才好 贾大少爷见他说得有理 只得应允 事情改托黄胖姑代办 黄胖姑依旧勇于认识 自己一力尝当 绝不推脱 当下一定 明天头一处先到画中堂那里 回来依着路 再到那三家去 这四处见过之后 再托黑八个 带领着去见他叔子 木下一面 先托八个 同他叔子讲起价钱来 一切事情都托了黄胖姑做主 贾大少爷又托胖姑 另外画出几百银子 送一班穷都 免得他们说话 又敦主送魁官老爷 卢都老爷格外从风 黄胖姑会议 一一允诺 因为一应大事都已托他经手 所以也不在这小头节目上 剥削他了 贾大少爷等胖姑回去 方才歇息 一消一过 次日起来 贾大少爷性子急 不等下午 忙着就去扣见画中堂 到了门上 留后手早已安排好的了 其实中堂上朝未回 就留他在门房里 坐着等候 好容易等到正午 中堂从军机上回来 并有几个部里的司官 跟着来找中堂画稿 公事办过 家人们赶着上去替他回 又等中堂吃过饭 方才请见 贾大少爷晓得 这位画中堂 乃是军机上头一个拿拳的人 当今圣卷又好 又小的 不小的见了面 要拿多么大的架子 手里早捏着一把汗 谁知急至见面 异常牵合 朝他割头 居然还了一衣 因为贾大少爷送这四样礼物 说明白是拜门的质件 所以他口口声声叫老弟 当时坐下先问 老弟几十道经的 又问 老人家可好 又问 老弟这个月里可来着几引荐 贾大少爷一一回答 末后画中堂又说到自己 从半夜里忙到如今 一煞没得空 如今上了年纪了 有点来不及了 我想割下不坐 上头又不准我告病 贾大少爷回到 中堂是朝廷住时 怎么能容得中堂告病呢 中堂道 留着我忠什么用 也不过像俗语说的 坐一日和尚 撞一日忠罢了 就是拼性命去干 现在的事也是弄不好的 贾大少爷见提到国家大事 恐怕说错了话 便也不敢多讲 中堂见他无话 方才端茶送客 贾大少爷出来 又赶着去见第二家 这位军机大臣姓黄 乃是财补的 他补的这个缺 就是周中堂让给他的 周中堂因为自己做错了事 宝与了 宝与了违心党 上头不喜欢他 就上折子说自己有病 请开去各项差事 总算上头念他多年老臣 赏他面子 专其所奏 就叫他入阁办事 大学士 大学士虽然不曾开缺 然而声光总比前头差得远了 闲话休题 单说这位皇大君记资格虽浅 办事却甚为老练 见了贾大少爷先问贵庚 贾大少爷回城 三十五岁 皇大君记到 英雄出少年 将来老兄一定要发达的 说完了也就送客 第三家拜的这位军机姓徐 见面之后 道问了半天河南的情形 所问的话 无非是府台的缺怎么样 翻台的缺怎么样 一年开销若干 可余若干 没有一句要紧话 贾大少爷因为他是户部上书 现在正是府库空虚 给予筹款之时 便说道 直到有一个理财调臣尚未写好 过天要送过来 求大人的教训 徐尚书道 现在有钱也要过 没钱也要过 乔媳妇做不出美米的饭 上头催布里 布里催个绳 他们有的借来 无非左手来右手去 他们不借来 横竖其过并不在我 至于调臣 我这里也不少了 空了拿过来消消闲 至于一定要说怎么样 我没有这样才情 等别人来办吧 说完 一旦送客 贾大少爷又赶到第四家 门上人回报 达人今天不见客 叫他过天再来 第二天去又未见着 第三天才见的 贾大少爷因四处已用去银子三万两 虽然都得见面 然而都是浮飘飘的 究竟如何栽培毫无把握 心上着急 指着又去请教黄胖姑 胖姑道 老弟 你这是急的哪一门 等你引过剑 你是明保人员 定要召剑的 要有什么好处 总在召剑之后 等到召剑之后 自然给你凭据 你不要嫌我多事 黑八哥叔叔那里 他侄儿已经同他讲好了 先送二万银子去见一面 如要放缺在意 贾大少爷道 多花几万银子算不得什么 我这钱带的来 原是预备花的 但是马上总要给我一点好处 就是再多两个 我也拼的 黄胖姑道 老实对你讲 要放缺 这两个是不够的 你要笑颜 我同你说过了 总要等到召剑之后 想什么好处 预先打定主意 去同黑大叔讲妥 只要一召剑上玉下来 里应外合 那是罪便没有 你如今听我的话 保你一点冤枉路不会走 不是你老弟的事 我也没有这大功夫去管他 叫他去撞撞木中 花了钱没有用 碰两个钉子在讲 贾大少爷道 老哥 你说的话我是知道的 我的是托了你 这个月里就要引荐 日子很快 已没有几天了 我看到是黑大叔这条门路 顶靠得住 胖姑道 我的门路是没有一条靠不住 舍货靠不住 第二三遭 谁来相信我 谁来找我 就是你老弟 我同你交情再好些 你见我靠不住 你也不来找我了 贾大少爷道 这些话不用讲了 我相信你 倒是黑大叔那里几时去 黄胖姑道 这事说办就办 没有什么耽误几天的 八个儿一刹时讨回信 只要你定了主意 明天就叫他带了你去见他叔子 贾大少爷道 横叔你替我把银子 预备现成就是了 还有别的主意吗 正说着黑八个儿也来了 黄胖姑把他拉在一旁 告知详细 黑八个过来说道 不瞒润翁说 我们家叔远是一个钱不要的 这二万银子 不过赏赏他的那些徒弟们 你不要疑心他老人家要钱 就是我兄弟替人家经手 我们家叔一早吩咐过 不准得人家一个钱 我们是知己 又是黄胖姑托了我 我就带你去见见 等我今天把银子拿了去 你明天不要过早 约摸一点之后 你到我家里 我同你去见 贾大少爷再三称谢 自不必说 到了次日 贾大少爷如期而往 黑八个忙叫套车 说是家叔不能出来 只有到宫里去见他 贾大少爷只好跟着他走 他叫下车就下车 他叫站住就站住 下车之后 一转转了几十个弯 约摸走了十几个院子 过了十几重门 高高低低的台阶 也不知走了多少 他此刻战战兢兢 并无心观看院子里的景致 只有低着头闷走 一走走到一个所在 黑八个叫他 站在狼眼底下等候 八个自己到里面院子里 伺候的人却不少 都是静悄悄的 一些声息都没有 八个进去了半天 也不见出来 呼听的里头吩咐了一句 传饭 但见有几十个人 一起穿着袍子 戴着帽子 一人端着一个盒子 也不知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只见厌赤似的 一个个哀排上去 又停了一会儿 里头船 洗连水 那些人又把盒子 一个个端了下来 贾大少爷 晓得 师上头才用过扇 但不知 这用扇的是哪一位 又停一刻 才见黑八个从里头出来 招呼他上去 贾大少爷头也不敢抬 跟了就走 黑八个把他一领 领到堂屋里 只见居中摆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面坐了一个人 桌子上并无东西 只有一把小茶壶 一个茶钟 上面那个人坐在那里 自珍自喝 眼皮也不掀一些 贾大少爷进来已经多时 他那里还没有瞧见 一面喝茶 一面慢慢地说道 怎么还不进来 只见八个躬身回道 贾某人在这里叩见大叔 一面又使眼色给贾大少爷 叫他行礼 贾大少爷赶忙跪下磕头 黑大叔到此 方拿眼镜往底下瞧了一瞧 脸说 请起 说我年纪大了 还不动礼 老大 给他个座位 坐下好说话 贾大少爷还不敢坐 黑大叔又让了一次 方才扭扭捏捏地 斜牵着身子 脸朝上 坐了半个屁股在椅子上 黑大叔便问他父亲好 贾大少爷连忙站起来回答 又说父亲给大叔请安 黑大叔听了不自在 对他侄儿说道 他可是贾小枝的少爷不是 八哥回称一声 是 黑大叔又回过脸来 朝贾大少爷说道 你父亲叫我大叔 你是他儿子 怎么也叫我大叔 只怕辈分有点不对吧 说完 哈哈大笑 贾大少爷一听此言 惶恐无地 回答也不好 不回答也不好 愣了半天 刚要开口 黑大叔又同他侄儿说道 你领他到外头去歇歇 没有事情 可叫他常来走走 都是自己孩子们 咱亦不同他客气了 贾大少爷听说 只好跟了黑八哥退了出来 他退出去的时候 还一步步地慢走 意思以为大叔 总得起身送他 几只黑大叔坐在那里 动也不动 贾大少爷抱着自己的名字 告别了一声 只见大叔把头点了一点 一面低了下去 连屁股并没有抬起 在他 已经算是送过客的了 贾大少爷出来 也不知黑大叔 待他是好是逮 心上不得主意 物似小鹿心头乱撞 仍旧无心观看里头的景致 跟着黑八哥一路出来 曲曲弯弯 又走了好半天 放到停车的所在 仍旧坐了车 电车风驰地一直出城 到得黄胖姑前庄门口 下车进去 此时黑八哥因有他事 并未同来 黄胖姑接着 盲问 今天去见着没有 贾大少爷回城 见着的 黄胖姑立刻 深深作了一个衣 说道 恭喜恭喜 贾大少爷一面还礼 一面问道 见他一面 有什么喜在里头 黄胖姑道 你引见 见皇上倒有限 你能够见得他老人家一面 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 见皇上未必就有好处 他老人家肯见你 你试试看 等到赵敬下来 你才扶我姓黄的 不是说的假话 贾大少爷依旧 将信将疑地辞别回去 这时候 离着引荐的日期很近了 一天到晚 除掉坐车拜客 朋友请吃饭 此外并无别事 一天正从拜客回来 顺便拢到黄胖姑店里 黄胖姑披面说道 我正想来找你 你来得很好 省得我多走一趟 贾大少爷盲问 何事 黄胖姑道 有个机会在这里 不知道你肯不肯 贾大少爷又问 是什么机会 黄胖姑伸手 把他一把拖到帐房里面 滴滴地同他讲道 不是别的 为的是上头 现有一个园子 已经修得有一半工程了 但是款项还缺不少 这个园是八哥他叔叔关照 说有什么外省引荐人员 以及巨富豪商 只要报效 他都可以奏鸣上头 给他好处 朝廷还怕少了钱 盖不起个园子 不过上头的意思 为的是游玩所在 不肯开之正堂 这也是黑大叔上的调陈 开这一条路 准人家报效 我想你老弟 不是想放石缺吗 趁着机会报效上去 黑大叔那里 我们是熟门熟路 他自然格外替我们说好话 你自己盘算盘算 依我看起来 这个机会 是万万不好错过 贾大少爷听了 心上喜得发痒痒 又问道 你包得住 一定放缺吗 黄胖孤道 这个自然 拿不稳 也不来观照你了 你引荐之后 第二天照荐下来 头一条上玉 军机处存记 那是坐稳的 只要第三天 有什么缺出 军机把单子开上去 单子上有你的名字 里头有了这个底子 黑大叔 有什么缺 一席话 更把个贾大少爷 说得快和起来 赛如已经得了十缺似的 便问 大约要报销多少银子 这银子几时要缴 黄胖姑道 银子搅得越快越好 早搅早放缺 至于树木 看你要得个什么缺 自然好缺多些 坏缺少些 贾大少爷道 像上海道这么一个缺 要报销多少银子呢 黄胖姑把头摇了两摇道 怎么你想到这个缺 这是海关道 要有人保过记名 以海关道检放才轮得着 然而有了钱呢 一般的道 随力弄个什么人保上一保 好在里头明白 没有不准的 今天记名 明天就放缺 谁能说我们不是 至于报销的钱 面子上倒也有限 不过这个缺 里头一向挡他一块肥肉 从前订的价钱 多则十几万 少则十万也来了 现在这两年 听说出息比前头好 所以价钱也就放大了 新近有个什么人 要谋这个缺 里头一定要他五十万 他出到三十五万里头 还不答应 贾大少爷听说 把舌头一伸到 要报销这许多吗 黄胖姑道 你怎么越说越糊涂 我不是同你说过 面子上有限吗 报销的钱是面子上的钱 就是盖造园子用的 你多报销也好 少报销也好 不过借此为名 总管好替你说话 至于所说的五十万 那是里头大众分的 你倘若不要上海道 再次一间的缺 价钱自然也会便宜些 贾大少爷愣了半天 说道 钱来不及 一时没有法想 但是使了这许多钱 总得弄个好点的缺 可以捞回两个 黄胖姑道 五十万呢 本来太多 而且人家一个上海道 做得好好的 你会花钱 难道人家就不会花钱 你就是要 人家也未必肯让 现在我替你想 随便花上十几万 弄他一个别的时缺 只要有钱 道也并不在乎官道 你道如何 贾大少爷道 你是知道的 我一共会来十万银子 已经用去一大半了 现在再要打电报给老人家 你晓得我们老人家的脾气 我的事 他是不管的 现在至少再凑个十万 才够十 而且还要报效 黄胖姑道 报效有了一万进购的了 光安置里头 再有十万也好了 现在只要你再凑十万 我替你想法子 保你十缺到手 贾大少爷道 这个我知道 但是十万银子 从哪里去筹呢 意思想要黄胖姑担保 替他去借 同黄胖姑商量 黄胖姑道 借是有借处 但是利钱大些 我们自己人 不好叫你吃这个亏 贾大少爷道 行数几天就有十缺的 等到有了缺 还怕出不起利钱吗 只求早点放缺 就有在里头了 黄胖姑听罢 便不慌不忙 说出一个人来 你道这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我需要任务